女性在婚姻中占据很大的地位,老人家常说娶妻娶贤,贤代表贤能、贤惠,代表一个人的品性、品德,娶一个好女人,家常安宁,祖圣基业多留三代,娶一个不安分的女人。 家常不宁,子孙不宁,纷纷扰扰琐事令人烦心,分家不公,再多的家常也都撒尽,所以古代名家娶妻,都格外慎重,账相不是那么的重要,但品性品德格外看重,娶妻不仅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如何,还要看两个人八字合不合,是否五行相冲,是否有客夫和子之命。 所以古代婚前,都需要交换两个人的跟血,就是所谓的生成八字,八字中才多则于,观多则见,应多则说,伤多则害,认多则惨,路多则贫,马多则奔波,冲多则不宁,和多则热情,阳多则坦荡,阴多则深沉,目苦多则损六亲,无财不实在,无官效压力,无应发福则,无伤不兴奇。 无杀不威风,无个男子里,春秋生人,多萍水,但少有大白,夏天生人多喜寒凉,冬天生人多喜暖温,人生可能多起伏,但多有成就。 命局中,若身若而时伤与官杀对质,或者身旺而不见官杀却时伤强盛,命运都坎坷,八字批命中有句话口诀,难不娶伤官之女,女不嫁比结之男,女要嫁伤或时身旺之男,难要娶官兴或妻杀身旺之女,女女正官或妻杀一味者富荣贵, 女女官杀多者,不遭重婚,则多外遇,无论男女,遍地桃花者,多对男女关系比较轻率,女女正官欺杀同线而正官落空王者,嫁二欢人,坚落空王者,两次以上婚姻,身为应业,女女客风的几种常见类型,婚姻工作伤官者, 配偶身体不好,婚姻不顺利,如几个伤官一味继神,会更加严重,伤官若而有志会好些,八字中伤官在怨令上,婚姻不顺利,早婚容易离婚,八字中伤官和正官禁令,可夫无疑,关心入目,配偶寿命可能不长,日诸位依然差错日,孤伦欲日,或配偶攻逢冲,冲走用神,婚姻多不美,女命继人, 日语论,客夫,季葵刚,客夫夺夫权,女命天干应病例,婚痴或独身,月之糟刑,男义夫到底,女命还己入特别格局,贵人多,官杀婚,陆和分合多,关心太旺,全阳全阴,修身多等,女命不惧夫者,多命待上官,且上官见官,免日相同,多准婚姻补选,作才偷才,婚姻二度,女子关心, 婚姻在日,时,说明晚婚,偏观及其杀代表女命不稳定的,短暂的情感缘分,还代表已婚,异性缘分,即会着柔和时的男人,古诗俗称田房,女命走时商业或流年,无论喜忌,感情,婚姻大多不如意,前庭生女的年份可除外,其杀流年逢偏才,避起事端,女命通过流年约可判断烂桃花和正桃花, 一般养肝乙才为桃花,应该看官兴,女命日盖如果是应该,疑,丁,己,心,鬼,一般遇到正桃,正桃花和生之年,便是婚姻的明显信息,女命如夫公做义五行,时商又见同一五行,婚姻补选,如夫公作用,时商又见身金,是夫公重现,奈命范仲坤之相,女命欺负之特征, 商官做之正官,欺负,二,正官做之商官,欺负,三,商官贴克正官,欺负,女命流产或做过公育手术,一日做羊刀,子宫又刀伤之忧,二,时做羊刀,女命大多流过产或做过人流,三,日时逢冲,又流产或拓胎之忧, 博命夫多贤贵子,在女人的八字中伤识代表子女,倘若一个女人的八字中伤识望,就说明其子女的能量大,日后其子女在社会中会有很好的虔诚,如一个女人八字中的伤识弱,则说明其子女的能量小,其子女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,可能立足或生活的不如意, 女命时商为喜用神,而时之为时商者,望子女,时之为天忆者克子女,萧燕克时商,时之为子女勾,总之,时之为喜用神者,男女建立子女,为进神者,结克子女,七成度数行深刻这话关系而定, 日作七杀的女人,对外人有可能很和善,但回到家里却总是会挑自己老公的不是,在家坡有母戒叉之风,日作财心且财,为喜神的女人望夫,日志是复工所在,复工里放了一堆钱,老公有花不完的钱,这样的老婆谁不要啊, 凡是日志被冲者,无论男女,大多都有婚姻有隐患,欲大运流年加乙方或加重,男女身旺才弱,才不能升官,又无师商通官,会有家庭暴力倾向,女性要多加注意, 若伤失作路神空王被坏,子女定早亡,男女正财,女女正官,空王在被坏,不分用神即神,必会二婚,重者死亡, 此种情况,无需考虑格局,忘衰和用计神,假五日出生的女子,见五中钉火未伤官,直接对女人的老公心惊有伤害, 这种女人一般漂亮就能干,但老公大都窝浪费,吃软饭,要不婚前不错,婚后不是早死就是大病缠身, 灾难重重,如果没有这几种,就是灵活外遇,总之,感情婚姻多有遗憾,八字纯以纯粮之人,婚姻多为不顺,容易出现深刻现象, 八字中有句话讲纯粮不生,纯粮不成,讲的就是这类人,还有阴差阳错日出生的人,婚姻通常也会不顺, 若阴差阳错还出现在别的柱上,容易与伴侣出现分离,不过每个人八字不同,命力也各不相同, 再由于大运,流年逆顺不同,所经历的事情也各不相同,有些人可能命不太好, 但运会走得很顺,有些人命中极贵,这运势坎坷,再好的命也给折腾得没了神气, 日常我们常需要做的就是多做傻事,给自己,家人积攒福报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